影響力嗎 吳東靜的女兒對新公民影響力嗎 你相信喔 北施客案簡不斷理還亂 明大開酸 吳欣穎沒有利益迴避 又主張從未參與不動產業務 根本經不起檢驗 千萬不要被民眾黨這些人給帶領了 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 什麼叫董事架構 其實關鍵點不是你是不是副總 關鍵你是不是董事會的成員 基本上董事持股 全是你們吳欣穎家族的 四家人在做決定的時候 像這種投資計畫書 一定是會到董事會來做決定 絕對不是副總決定的 不光專家打臉民眾黨騙外行人 台北市議員林延峰 也翻出星光人獸組織架構圖 證明時任副總的吳欣穎 職權與其他人沒有明顯區隔 此外北市客都省變更 被都發局一週內駁回 南港BOT案89月查核記錄進度延宕 公運處證實駁回公企展延申請 合約達到解約標準 所有證據直至新售得標兩案都在擺爛 無論是北市科或者是南港轉運站BOT案 都是在吳欣穎擔任新售副總的期間而得標 顯示根本沒有做好利益迴避 星光人獸得標之後 針對都省變更的資料 竟然重複的資料來做送審 就是在羞辱我們的都省委員 以及基層的公務員 顧問書裡面寫得很清楚喔 為什麼要一個先一個後 因為T17 T18價值沒有T16來高 是誰決定兩邊顛倒的 是誰做拍板 不用投資計畫書 現在會議紀錄也出來了 柯文哲 少了公務體系這道防火牆 北市科成為對柯文哲最不利的案件 明娜也呼籲蔣市府拿出態度 重新預約或解約惡劣廠商 否則歹戲脫捧只會更難看 新新聞綜合報導